所有人摒棄凌神 太空探索公司SpaceX 周六再度重啟无人太空飞行器 星舰试射 号称可以再上百人 史上最强大的火箭星舰 今年4月时试射 升空四分钟就爆炸 这一次升空两分钟后 想起欢呼 因为完成推进器分离 后进人料的星舰 Cajuk自己爬升到距离地表 约150公里后 到达外太空 可以看到马斯克亲自在控制室坐镇 和所有人一起迎接成功 只是很快就沉没下来 因为星舰随后和地表失联 甚至失去影像讯号 随后启动自毁功能 第二度试射再度失败 SpaceX却认为是重大成功 星舰今年4月失败时 火箭甚至还没脱离 推进器就爆炸 这次成功执行热分级 这是新的分离方式 而星舰随后失联 代表的是可能无法为重返 大气层做好准备 星舰是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的 太空船成本也大幅降低 马斯克从错误中不断精进 最终是要将人平安送上火星 而启动火箭上的引擎 实际上就是最关键的阶段 SpaceX先前就说 若星舰可以达到热分级 任务就算是成功 TVBS新闻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